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 大家好 我大概就是 你聽了很多 語氣收了很多 我先大概跟大家說一下 我成立這個協會大概是 多久那為什麼我想成立 跟地區性 跟台灣都會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是從事 進口車的買賣 所以我對全世界的一些 譬如說觀光的地方 文化歷史都有一些研究 那就是說 我有所謂成立古董車 有人以後去新竹的新埔 那就是他們有辦一個活動 在新埔溫泉 那我去我才知道 他們的那個宮廟 有結合了這個古董車 來做一些活動 那包含他們也吸引了台灣 開發產業是不是 這個企業到那邊蓋這個 溫泉別墅 那所以我相信這個是 我們基隆現在最需要 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吸引更多的 資金 來我們基隆做更多的事 那我相信這個才是我們最需要做的 沒有資金我相信 要做其他的事都是有難度在來 那所以我當下回來 我就要成立一個古董車協會 因為在新埔有一間叫做和勤 和勤 它在美國的全世界的古董車都很有影響力 因為它做福特野馬的板金件 所以這個是在台灣 算是一個台灣之光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可以引這些 引這些例子 來讓我們基隆的一些產業發展 那再來就是談到就是說 剛剛有關於日本的這個 祭典 如果提升向我們中原基的這一些 更能夠 讓更多年輕人 或是中小年人 怎樣去突破這一些 就是接受度 創育度 以及行銷 那我覺得就是說 曾教授他剛剛有提到 學習他們的記憶點 可是我大概可以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 台灣基隆 最欠缺的是什麼 團結 互相的幫助 互相的信任 我覺得這是現在最欠缺的 在日本 因為我有很多日本的朋友 那我有去深入他們的記憶 那他們在參加記憶之前 就充滿的期待 其實呢 期待跟感動 那我們如何 如何讓他們產生期待 如何讓他們感動 這兩件事可以促成非常多 非常多的商機 他們都有他們 每個體 每個店家 的制服 這個曾教授區 應該都有大概注意到 他們就是會去精心製作這些東西 那我們來大家去那邊做一個展示 所以我們中原季也是像這樣子 中原季呢我們不應該 不應該讓他只是中興會 他們才是一個主角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是主角 甚至在融入一些新的產業 像我了解到的是東京的三設計 那我有朋友在那邊 他三設計非常非常的棒 有那個 神獎 神叫比賽 台神叫比賽 然後還有說 刺青比賽 那現在年輕人 喜歡刺青嗎 這個是 不可 我們也不要開始 對不對 那如果說到歐美 其實 我相信在座今天沒有提到 歐美這一部分 歐洲跟美國 其實他們才是真正西門的地方 包含日本人 我在座的這位 師爺先生 對 他也是在歐洲遊學過 我覺得我們是要往歐美這方向 更多的學習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對不對 不是說一直緊線於日本 因為我講一個最實際的事情 去日本呢 來台灣呢 消費都是比較 沒有消費能力比較比較高 真正有消費能力 一定都是去歐洲跟美國 因為他們的文化產業 在全球是頂尖的 我們講講車子就好 藍寶堅尼 法拉利 這都是車輛的因素 古董車更不用講 古董車更不用講 那個真的是無價之保 真的是無價之保 真的是無價之保 所以說我們是要往這一些方面去驚喜 然後包含的 剛剛我們有提到說電影的部分 電影的部分 那其實我也有 打電話去 拜訪幾個學校 幾個大學 我大概請問一下 我們鬼社團有想要跟那個貴學校配合 可能有一些文化藝術舞蹈上的交流 那恢復我的之後 三個學校吧 就是社區大學吧 還在內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大家是要團結一下 其實我也可以不用找基隆人 但是我身為基隆人 我希望從基隆出發 我希望從基隆出發 然後做很多的 譬如說 如果資金不足 我們可以做微電影 來促銷這個基隆 我們要看得起自己 絕對要看得起自己 像牌照7號 也是一個很大的這個 也有票房 還有猛獎 那你說基隆人 可不可以拍這些東西呢 我跟你保證 絕對是可以 絕對是可以 只要有夠創意 只要夠創新 絕對是可以拍 超越他們都沒問題 所以我要給你們一個美國人想法 人家都會 我來我的電影拍了 一個人可以中一個素食 蛋糕都不會死了 這就是一個科幻的創新吧 我們可以把中原記 融入科幻 可以融入新的東西 但是我們一定要保留 就是說 在呈現真實的時候 我們要保留 它有一個笨的東西在 就是這樣 類似這些東西 不一定說一定要花很大成分 對 然後就是再來就是 最後最後最後 最後就是說 包含如何創 譬如說創造產業 其實產業我們也可以做 慢慢的去做 鋼丹架的產品 我們離金瓜石是非常近的人 大家看看我帶了那個銀絲 這是一個日本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還有 差不多 差不多 這是日本人設計的 那我們希望 我們能夠集中的 也可以設計很多東西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憲平先生給我們帶來 很好的一些參考 一些意見 包括說不動車 包括說他在西武文泉所看到的一切 給我們提供的一些很棒的意見 團結信任是重要的 期待跟感動 這是重要的 他也給我們提醒 歐美經驗的借鏡也是重要的 我想非常感謝李健康 你的意見我們都聽到了 我們再來我們要邀請 在外面那一位 我是基隆社大學員 我姓國 我十四年前就來基隆讀書 二十六年前就是回來基隆住 所以我算是對基隆有一些了解 我也到過日 我也在那邊來過 我也參過幾年 包括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九州的唐津 就是剛才有提到說 他們的這些活動 它就是拉 他們是一個漁港 叫唐金寺 唐金寺就是 九州北邊跟中國來往的港口 所以它叫唐金 金就是港口 唐就是跟中國 所以他們以漁港為主 跟基隆很像 他們的基典呢 就把他們的漁 或者是蝦 或者是鑽魚 做成一個很大的一個 車來拉 這不管了 剛才 我很感謝 我今天參 幾位有教授 有主力 還有有董事長 講得非常好 我也對這個聽 非常有興趣 我想在場的人 每個鐘頭到現在 都在這個地方 就是對中延級 被列為官官級 列為十澳大 這個捷慶 我們永遠濟港 我們身為基隆人 對這個捷慶 將來會是怎麼發展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有一個戰略 或者戰術來配合 剛才有那個王先生 講的巨細比翼 所以我很感動 他第一個問話 我們要不是把這個中延級 祖先留下一百多年 保留下來什麼 我認為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先放空 先放空 先放空的力量就大 放空怎麼樣 我們留下什麼 我們記得我們祖先 他的初心是什麼 也講得重點 王先生講 族群融合 這個族群融合 就是戰全洩洞 而來的一個祭典 對那些孤 我們是怎麼來的 包括像我們 像法國在這裏戰爭 我們有法國功能 這些我們不能夠忘記 還有今天我得到一個非常多的資料 一百多年前 日日新報 他們講 之後 在很空洞的這個中延級 有哪些呢 他們做些什麼事情呢 用什麼活動來表現呢 有包括歌仔戲 一直一直唱 還有跟牌 還有一個 還有很多 包括碼頭的鼓鼓 他們做成一連串的 那時候他們沒有燈 沒有現在這個LED燈 他們怎麼做呢 用瓦斯燈 瓦斯燈就是那個電腫 造成亮亮的 感覺大家很欣喜 但是現在也都是螺色燈 這些就是傳統的 這些東西我們現在都看不到 所以我們中心跑掉了 我們初心沒有了 大家要把這個中延級做得好 就回歸初心 儲存融合 儲存融合不是當初的當權 還有客家人 閩南人 外省人 台灣人 還有現在的藍綠 我們把這個融合在基隆發揮出來 把基隆人全部融合這個中延級 這是大家都在擔心的 年輕的一代已經沒有了 所以大家都長到重點 就是說怎麼弄到教育 到年輕人 所以很多的 自己在樹上面的 怎麼觀光來民宿來 三天兩夜旅遊 配合中延級 這些都是在戰術方面的 我們戰略就叫 玫瑰初心 族群融合 把這發揮了以後 我們就不會在這個十二祭典裡面 會變成夜排夜空 被這個大甲啊 什麼白沙屯啊 跑到前面去 我想我們假如說 我們上面的長官 我下面的這個市民 大家有心要把它做好 我想中延級 也可能在我們的慶典裡面 大大的發揮 大家有關就看到我們 好 謝謝 也不是要民主和民主精神 就是民主地方文化 要把它先抓住 你想這中華民主的文化 或者台灣民主文化 那太大了 地方的文化 就把它初心抓出來 我想大概八九部歷史 謝謝 好 我們謝謝羅先生嘛 是 郭還是郭先生 羅 羅先生 四位羅 羅先生所提到的就是 他提醒我們回歸初心 就是不要忘了中原基的 本源精神 卑黑敏人促進族群和諧 就剛剛也是我們曾老師所提到的 用這個拼陣頭來取代 張權械鬥時代的打過頭 其實不只張權械鬥 在那個年代分類械鬥 包括米克等等的械鬥太多了 這個我們只是 當時的這個仙人們 藉由想出這個很好的一個方法 藉由中原土度的時候 來度化那些 因為張權械鬥死難的那些 都很可好 所以呢 這就是 普跟渡的精神 普遍平等沒有差別 不管你是侵略者也好 你是哪個族群 我們通通邀請來佛渡 我們在這個祖母堂那邊豎起燈高 在望來向海邊放水燈 我們昭雲渡商部門 建議水下部門 通通邀請來參加 十五個地觀大帝的 誕生的大帝 為了就是 度化他們 普遍平等的 度化他們 怎麼度化呢 讓他從痛苦的此岸 度化他到 幸福快樂的彼岸 這是我們的精神 所以我想我們沒有脫離 只是說 我們在追求觀光產質 行銷的同時 不要忘了這個初心 我想你們應該聽的是這個意思 謝謝 我是陳 然後我叫伊文 我想你要向那個 楊老師跟那個 林老師就是提出簡單性的問題 第一個是對於 林老師剛剛有提到 關於電影的這個主題 就是想要知道 什麼對於就是行銷激動 有什麼樣電影主題的提議 然後第二個是 對於王董事長 剛剛有提到一個 就是點跟面很難堅固的 就比如說 我們到底是要選幾個亮點 去集中火力推銷 還是我們希望 顧及整個有關於 傳統的包含禮節 或者是甚至他的整個脈絡 就是我覺得點跟面 這個矛盾的地方 就是有什麼建議 那另外剛剛也有很多 就是先進都有提到 關於一些現行的方式 可能會有一些 比如說法規上的阻礙 那就是根據我自己過去 在行銷顧問上面的 就是經驗 我有幾個建議 第一個讓年輕人 就是接受的 我覺得可以先從 通靈少女這個七五八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一部 就是最近比較熱門的一部 算是小型的短劇 那我覺得這個概念 其實跟中原季 其實我覺得他的連結性蠻強的 那這個是跟年輕族群 其實很好融合的一個地方 是很棒的切入點 第二個建議是剛剛有講說 關於民宿的問題 那民宿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可以先跳開法規這件事情 我們先直接面對這件事情的問題 就是我們需要讓來基隆官方的人 有地方住 對嗎 對 好 那年輕人通常呢 喜歡住民宿 現在有一個非常popular的平台 叫做Airbnb 我不曉得在座的各位有聽過這個平台 那我自己本身因為是基隆人 然後我有很多地方的朋友 都想要來基隆玩 所以我就在Airbnb上面開了一個帳號 這個帳號叫做最熱情的一家人 那什麼叫做最熱情的一家人呢 就是任何想要來基隆參與 就是任何活動 並且想要留在基隆住一晚 或者是住兩晚 住一個禮拜 都可以 那他就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找到你家 到你家來做客 或者甚至就住到你家 那我到目前為止其實已經接待過 超過20個不同地方的夥伴 那大部分其實就是大陸啊 以色列 甚至是美國歐美就都有 那他們是透過這個平台 就是找到可以住在基隆的地方 那我相信其實這個可以更直接跳開法規 因為我相信等一個法規 還要等它通過 可能十年後吧 所以我們乾脆直接面對問題 我們大家基隆人 尤其是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們每一個人就回家開 你可以問你的小孩 你就開一個AAB的帳號 然後大家就可以上網 然後訂 然後到你家住 你就邀請他來你家住 那我覺得我自己在台灣這樣子 跑的經驗 其實基隆人是非常熱情的 我不曉得自己大家到外星室的感覺是怎麼樣 那我相信我們應該要把這個熱情 透過這樣的方式傳出去 最後呢就是 我覺得基隆其實還有一個東西很特別 就是古蹟跟砲台 這個是全台灣應該屬的金門 對不對 可是金門以外我不用很多還要砲台啊 基隆應該是全台灣最多砲台的地方吧 對所以我覺得砲台也是一個我們可以行銷的地方 好那以上是我簡單的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非常高興看到年輕人回來 關心這個議題 陳怡文小姐她擔任青年諮詢部分 她剛剛給我提了非常很多很建設性的意見 不過她有指定兩位來回應 我們先請那個提出 很感謝怡文的提問 問到了如果我們要做電影行銷 那基隆應該以什麼為題 我大概有幾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讓各位對於基隆 你們覺得如果你要跟觀光客 或你的朋友或外國人來說 基隆有最大的特點 千三米 我想問大家 你們會講哪三樣的 我可以聽一下嗎 怡文 砲台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它就有點回到了剛剛VBD裡面講的 所謂的古蹟尋路的概念 那這個部分跟我們的歷史文化有關係 第一個是古蹟 砲台 那還有 中原弧度 中原弧度 所以節慶進來了嘛 對不對 還有嗎 廟口 廟口 游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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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 港口 好 那美食沒有進來嗎 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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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認為美食這件事沒有辦法被忽略的原因是 零以食為天 你任何在節慶旅遊或遊程的過程裡面觀光 其實吃這件事情怎麼樣變成王董事長剛剛講的 吃變成一種儀式 在吃的儀式裡面感受到這幾乘式裡面 吃什麼 以什麼 以至於發展成廟口 小吃這樣子的概念的時候 這城市裡面的生活的形式跟方式是什麼 那我提剛剛這個提問 如果大家的印象是 比如說 炮台 比如說 剛才講的郵輪 或者是港口 或海洋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用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故事 來串聯了這些相關的一些部分 比如說剛才如果中原季的行銷把它轉換成另外一種想法的概念 它其實是跟我們跟天地之間還有鬼神之間 透過了儀式跟祭典做一些連結的時候 通靈少女某些程度 她透過那個女主角會通靈的那個概念裡面 她的確把這個做連結 那中原季有沒有辦法發展成另外一種可能性 我記得我在學校帶 我是視覺傳達設計系的老師 我在帶學生做一年一個專題 要花一年時間在做的時候 其中我們有一組她是在做中原季 那後來我們在這個專題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年輕人第一個概念是 他覺得中原季都沒有西方的萬聖節 來得這麼的有趣跟特別的好玩 他覺得中原季是可怕的 那我就說欸那這個西方人 台灣常常講到一些比如說靈魂啊 相關的這樣的一部分 為什麼你覺得可怕 他說因為每一次中原季的 遊行或花車或相關傳統紀念的表現模式 他覺得跟他之間的連結 真的有脫節感 所以我就在想說 欸那有沒有辦法把它做得更有趣一點 後來他們把他們把那個專題 後來做了一個很有趣 就回到了曾教授還有剛才王董事長 還有楊蔡英所講的 如何從教育著手 他們剛才做了一套 就是跟中原季有關的 他做了那個小朋友的奪物 然後他全部的標準色 都是用鮮黃色的那個很有活力感 他把那個那個我們所謂的好兄弟那個型貌 他把它變得好像跟你之間沒有這麼的脫節 然後另外一次他們也不去看西方的日本童書叫做一片葉子掉下來 他在形容人出生到死亡的過程裡面 他用一片落葉這件事情去傳達人生死的概念 我們本來在看那個他所做的專題相關的系列的面產品的時候 他還把它做了貼紙什麼什麼的 我們想說這個應該好像在得獎的那個過程裡面比較難 可是沒有想到那個新一代展的時候 好多人對那個很有意念 然後第一個就先問說 請問你不是在做基隆的中原節嗎 他說對 所以我要用這個概念來回應剛才以為的提問 也許我們電影行銷的相關一些主題 可以透過了這些比較創意創新的部分 把基隆的比如說海洋的特色 古蹟的文化 或者是美食學歷這樣的部分去把它融結 至於要用一個什麼樣好的概念 我認為我要召喚年輕人 因為我覺得年輕人他的腦袋很驚人 容量很驚人 創意很驚人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擺脫這個部分 然後來做一個微電影行銷 包括我們新聞科的謝志黃 謝會長 他也拍了很多跟月基隆相關的一些部分 包括我們從業有拍了一部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家人的影片 他也把那個相關的部分都把它整合進來 那以上謝謝 謝謝 林祖密給我們這位宜文小姐的回應 再來邀請我們王董事長 您提到一個電線面的問題 好 我還是要說謝謝贏 真的真的 因為為什麼 就是說 因為剛才那個張大哥他是不是走了 就是說剛才張大哥的問題我沒有辦法回答 但是你回答 我這個世代 大概只懂得Facebook Twitter 就是到這個層次 那我們在想像人跟人之間還可以發展出什麼聯繫 跨域的 跨城市的 跨領域的跨階級的 網路顯然還有很多很多可以發展的空間跟想像 然後謝謝 我覺得你當諮詢部門是 對 好 來 那我嘗試回答那個問題 就是說 他當然是 從哲學上來說 當然是一個問題 你知道就是說 你在尋求整體的同時 又要在裡面照到結構 就是這兩者之間看起來會是 結構跟內容之間看起來往往會是衝突的 但它其實又是一題 這個難題我會怎麼解決 我們如果回到中原集 我會這樣子看嗎 就是說簡單的回答 你們在座有沒有人參加過阿美族的封典集 我們在座有沒有阿美族 爆炸 有沒有 有沒有人是 沒有 好 你對阿美族的封典集的印象是什麼 隨便講一個最直覺的印象是什麼 跳舞 唱歌 唱歌 參與感 喔參與感 Yes 你知道 我們參加 你如果去參加封典集 你其實會 你如果是一個觀光客 你在裡面看 你大概就是看到舞蹈 阿美族的舞蹈 是全台灣的原住民裡面 他的舞蹈配音樂是最複雜的 你知道 比方說一個人領唱 其他人搭 其他人搭唱 類似像這個 非常有趣的文化 但你知道 這件事情 某種程度你可以說它是亮點 可是你知道嗎 亮點這件事情被觀光客 用臨時的眼光提取了出來 它就會跟這個祭典本身 原始的 剛剛前面講的初心 就脫節了 這個脫節的落差怎麼補 如果沒有補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什麼 一個被我們 漢人的眼光 凍結住的標本而已 知道我在說什麼 對不對 可你知道 有一件事情 可以讓這件事情 就是 他們 開放讓我們進去 一起跳 好 跳的過程當中 不用任何人說 你馬上就會經驗到一件事情 這個民族 這個文化 長成什麼樣子 第二 你慢慢就會發現 喔 在跳的過程喔 不用任何人跟你解釋 在跳的過程 你就會感覺到 它不只是一個記憶 記憶 記事的儀式 它不只是一個記憶 它竟然還是一個體能的訓練 你如果下去不要整晚的話 第三 你還會發現原來在體能訓練的同時 它還發生促進團結的作用 你知道 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只要讓人開放 產進去 你不用對它有任何的解釋 它就會在那個過程當中 去領略這個儀式 跟它之間的關係 好 可是我說這樣還不夠 然後 剛剛前面在講的 簡判斷亮點 那個部分 是誰要做的 是焦鱗處 亮點 焦鱗處可以處理 但是後面 血肉的部分 怎麼哄上來 回到我剛剛前面講的 焦鱗處 你真的想 如果今天你跳完了舞 氣喘吁吁 然後中間又人跟你敬酒 你也在微醺的狀態之下 旁邊有另外一個 阿美族的年輕人告訴你說 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領略到的神是什麼 我們感受到的大力量是什麼 祂能清楚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搞不好你都會覺得 你開始會覺得 我身體裡搞不好 有四分之一的血液 殺阿美族 我說真的 我再換另外一種角度講 回到中原記 我剛剛有跟曾哲良老師 在求證一下 但他說沒這個說法 但我確實聽過話 你們猜猜中原普渡 你們大家有聽過那個刀釘嗎 刀釘那個道到底想清楚 有一種說法 我不負責 有一種說法 這還帶考證 我現在說的 龐道的道 就是那個刀釘的道 那個刀釘幾次 它在象徵什麼 它在象徵 這我聽到的說法 它在象徵 就是母親的子宮 你知道就是代表著子孫繁衍這件事情 可你真想 就是說 一個觀光課堂 不可能會知道這個 如果我們自己的基隆人 我們在地的年輕人 你知道就是觀光課被焦旅處所行銷的亮點吸引來之後 這個亮點本身不一定有血肉 但是這個血肉是由我們基隆市市民參與進來的人一起補上來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成功的城市行銷 因為那個時候不只是城市行銷 那是全民行銷 但我們的孩子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的年輕人不知道這件事情 宜文可能也是今天第一次聽到 是吧 可是你看你知道之後 下回以色列人來的時候 你可以清楚讓他知道說 哇我們看到一個總亮點是叫做 遊街遊行放水燈 但是我另外告訴你那個高丁是什麼意思 那個母親 那個包容 還有那個大力量 那是什麼 那就是一個清楚基隆市在談的初心 我們在講的 那個種族融合 全民融合 你說誰會面對 面對這種大力量 沒有人有辦法抗拒人 就是媽媽的子宮這件事情 沒有人有辦法抗拒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從那裡來的 你知道嗎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東西就是有感情 你如果把它搭配上行銷那太冷 但是你知道 如果有人因為 剛剛在講那個亮點的行銷 而踩進了基隆踩進了中原季 而我們的中原季也開放讓他進來 他自己會領略到儀式本身所帶來的力量 但光這樣不夠 我們作為基隆人 作為基隆的一份子 我們補上來這個故事 那你知道 在這種過程裡面 他認識到了新基隆 我告訴你 可是真正得到回饋的其實是你自己 因為榮耀感就是從那種地方長出來 因為你講了一個故事 不只是他不知道 重點是你講完了之後 他感覺到力量 那個回來到你身上的力量會更大 所以我回應你就是這樣 就是說 你說那個矛盾怎麼解決 不容易解決 但是如果 政府部門跟民間部門 可以發展成一種分工的關係 他或許就有機會可以改變 那我剛剛講的很明白 是說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就是說 如果要行銷 你不可能拿著血肉去行銷 一定是亮點 這件事情是焦慮處 本來就在做 本來也就可以做 但是有一些血肉的部分 全民怎麼跟上來 就是透過教育 但我們也知道 基層教師 在基層教育現場的困難 是真的不容易 你說按照課剛的教材 我其實課都已經教不完了 你還在跟我加上這個加上那個 有多少 對 校本教材什麼什麼 一路要弄進來 我哪搞得完 我告訴你這是難題 這是難題 所以我如果下次有機會 再辦這種論壇 其實也應該請教育處的處長 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聊聊 我們怎麼從教師現場的困難 來想想看 這些事情怎麼融進來 以上謝謝 好 非常謝謝一文小姐 那剛剛行之提到的 這個最後就是正好國行 把握時間 我們要請那個 其實非常盡責任的郭佳文 過客人 一大四大名 這麼多幾個月 我們要來請他 來跟我們來回應 有關 我們剛剛提到很多 都跟教育傳承有關係的部分 我們請佳文來跟我們回應一下 好 謝謝 我這邊就簡短的回應一下 我這邊知道我的訊息 就是有關 因為剛剛 不管是我們的余台人 然後我們的 今天參與的 大家就是都有提到說 其實教育在這個面向上 被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謝謝就是楊三剛剛已經有幫我們去做一點點的回應 就是說 我們現在目前一半 有推106到108的海洋教育忠誠發展計畫 那其實中原季在裡面 他就是一個區塊 那如何去落實去實踐 的確就是像剛剛楊三說的 我們就是希望可以讓他真的實際上去運作 那目前呢 其實我們針對中原季的部分 其實學校是有在有在上課 他是透過鄉土教育 那其實老師是有自編教材 然後其實是有在上課 那剛剛其實像王老師這邊有提醒到 還有跟我們分享到的一些比較深入的 然後其實我們比較不會知道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以後在教材的設計 或是取材上 我們可以去更深入的去研究 那這部分我也會再帶回去給相關的科 然後我們再一起去做研討 那以上我就先做簡短的回應 謝謝 也就是說啊 我們不管這個文化區或是教育處 將來在談中原季 不管是中原季怎麼做 實際上怎麼做 深化它內昂 或是中原季如何傳承 其實啊 不要一直老是找 鄭老師啊 我啊 我這些老命 要找年輕 這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 多方面來多找更多的人來參與 鄭老師這樣說的是還好 我們應該要多接觸各方 然後諮詢他們的意見 請大家給分析 我們的接觸面會更廣 會跳脫出我們原來的思維的方式 好我想我們時間不夠 但我一定要留時間給我們大家 就是我們社大的 杜忠環 杜指定長 因為他今天是主辦單位 我們一定要留給他時間 來幫我們做總結好不好 好我想我在這邊要請代表基隆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 非常非常感謝今天為我們引言主持的楊參議 謝謝我們的曾子良曾教授 謝謝春風文教基金會的王董事長 謝謝我們從幼影藝科技大學 林賢如林教授 也謝謝我們成辦的基隆社區大學 我們王主任很辛苦 還有我們所有的工作同仁 我們的專員我們的志工 今天呢我們有威力樂老師 姐妹會老師 都從頭到尾在這邊 聆聽參與 也有我們老的志工社社長 新的志工社社長 還有我們很多的志工夥伴好朋友 還有我們的學員 那我們這個整天下來很辛苦 中間我一度離開 因為我們在校本部還在辦 我們教室的進修 教室研習 那我過去看了他們以後 我再回來 所以在這邊非常非常謝謝 謝謝所有參與的 不管是我們的講座 我們的引言人 我們所有的夥伴 謝謝大家 謝謝 好謝謝我們來這邊也要翻譯 那我們今天的論壇到這裡結束 那我們再一告一下 我們11月14號跟16號 第2場跟第3場的論壇 即將再開始 那個11月14號的論壇 我們有我們邀請到 第10核專局的真局長 來親自主獎 我們基有可留意的整個 包括現在納五級的整個 整個現在要改善了 他們都會有提出完整的政策 現在正在正在規劃 然後第最後一場 那個第三場是 我們邀請到我們參議委委員 來親自主持我們整個 基隆港再生計畫的一個整個 我們也會邀請到我們 基隆港公司的派人來地理指導 今天的議會 我們到這裡結束 非常感謝我們洋參議 還有我們議員 三位議員 今天我們到此結束 Are we now はい 不定 發似 皆さん